我们关注一下黑龙江的疫情信息 昨天黑龙江哈尔比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说 目前哈尔比已经检出了病例基因测序 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另外哈尔比市从昨天开始 启动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上述新增确诊病例 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 即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主动筛查中发现的 根据目前已检出病例基因测序情况看 显示为德尔塔毒株 相关流调溯源工作 正在国家省疾控专家指导下 紧张有序开展 据通报 截至9月23号24时 累计排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300人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391人 目前哈尔滨市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 和密接的密接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 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中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就 preliminary发生了